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欧妮发现谢娜竟然带妆敷面膜,仔细看她的眼睛,眼线部分很明显啊,转眼一想,那姐这眼线应该是半永久的作用吧? 毕竟也是现场卸过妆的人,皮肤状态基本没差,除了口红霉了,眉毛和眼线部分的妆感几乎没变啊,看来是半永久大发的功劳啊,女明星们的心机为素颜娱乐圈做过半永久的明星不在少数,柳妍曾经在微博上PO过自己的自然系妆容,她强调自己的眉毛是做了半永久眉,平时可以减少至少五分钟的时间在眉妆上, 张雨琪就曾在微博上PO过自己的眉毛加工过程,之后,她也经常会晒出素颜照,看来眉毛打理好了素颜也不怕,宁愿侧面微微露出了一条美瞳线,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以发现一些端倪,Kip的美瞳线很是自然,辣妈与小鹿,眼睛上也有小心机啊,之前真正的男子汉要求大家卸妆,除了同利啊, 每一个是真正的素颜的,比如蜜蜜的眉毛,张蓝星的美瞳线,沈梦辰就更厉害了,直接上全套,卸妆后还是平眉,美瞳线依旧,这睫毛更是瞩目,只要打光打得好,就感觉跟袋装眉差了,所以啊,有了半永久,素颜什么的不再怕的, 今天就着重给大家讲一讲眉毛和美瞳线的伪素颜大法,眉毛加美瞳线CP党,最佳大多数亚洲人眼睛细长,也略挑小眼睛,眼部特征更是欠缺美学系数,眉眼淡态,整体更显流畅,轮廓更加地体,层次更加丰富, 所以,如果医生跟你说眉毛和美瞳线,要一起坐实,不要再觉得被孤佑了,这两指真的是最佳CP,调整眼线强度,强化视觉效果,放大瞳孔,增加眼部神韵,缩小眉眼间距,增强力体感,零一般永久纹眉眉眉毛画得丑,人生路难走,生残大门画完眉毛,基本上生无可裂状,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做个半永久纹眉了,通过定妆仪器在皮肤表层0.1,0.2毫米位置植物天然的色素,半永久纹眉分为三类,丝装眉毛,雾眉,跟雾眉有,丝装眉雾眉跟雾眉是两者的结合,也有很多颜色供选择,黑色,褐色,灰色,记住一点,找正规的机构,设计是和自己的眉形即OK,028 半永久美瞳线美瞳线,其实就是内眼线了,采用数字仪器,使用纯植物进口色料,在每根睫毛之间,与黏膜中复职,填补睫毛根部间细,做个半永久美瞳线,不仅可以提到变大眼睛,改变眼型等作用,而且可以使睫毛显得更加浓密,如同带了美瞳一样。 专制,两眼无神,颜值加分妥妥的,半永久之所以蜂蜜,是因为它会随着皮肤的新陈代谢,在一到三年内自动脱落,过时了,也还有变潮的机会,不会脱妆,不惧促颜,也拯救了赖艾族,也难怪有那么多的小仙女学之若物了。 当然,不想要尝试医美手段的宝宝们,欧妮当然也不会放弃你们,不想继续做,手残党,为有情学苦恋了,眉眼化妆技巧继续往下踏,龙明大眼妆出来,领衣眉毛部分有眉毛而无眉毛,差别真的很大。 所以就在微博中讨论过乱女生眉毛的重要性,大多数女生的画眉之路,就是一步心算石,分分钟想掐断眉毛啊,其实掌握一些小技巧,你也能得心应手的画眉了。 修眉,工具备好,修眉刀,眉剪,小镊子,眉刷,用三点定眉法,找出自己的眉头,眉封,眉尾,然后用眉笔大概换个矿,然后就可以用镊子或修眉刀整理掉矿外面的杂毛了。 最后用眉刷,先把前面部分的眉毛往上梳,再把后面眉毛往下梳,用超出的眉毛长度就剪短,确定适合的眉色,根据发色和肤色去挑选,这样你的眉毛才不会显得很突兀,属于黑色,深棕色这类的深发色,请选择深色系,比如,深咖啡色,咖啡色,灰棕色,发色比较浅。 最好也选择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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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 腿部三分之一微微下下倾斜,step3,填上矿架内部,step4,用眉刷轻轻梳眉,然后用眉笔淡淡勾出眉头形状,tps,平眉比较适合长脸型的女生,可以同视觉上缩短脸部轮廓,完美,step1,沿着眉毛下圆画出弧线,step2,补齐上圆线条,确保与下圆线条的倾斜度保持一致,step3, 把眉峰和眉尾处相连接,填满空隙,再用眉刷从前置后轻轻带过眉毛,tips1没适合方脸型,可以舒坏脸部线条,使眼型看起来比较圆滑,挑眉,step1,压低眉头从下远处降伸倾斜倾斜,抬高眉峰,眉尾处可稍微拉长,step2,勾勒出上圆线条,从眉尾处下下走,逐渐游出变细,step3, 填充眉毛,眉头处要清晰整洁,tips条门适合圆脸的妹子,可以拉长脸部线条,标准眉step1,沿着眉毛自然的弧度画出下圆线,到达眉封处时,稍微向下弯时,step2,勾勒出上圆线条,眉封处的转折,要自然平滑,step3,填充空隙后用眉刷将眉头处理整齐, tips大众款,不会出错,长直眉,step1,眉头与眼角要保持在同一条线上,然后沿着眉毛下圆处,画出一条长长的直线,step2,上圆操作方法同上,整个眉型眉头与眉尾,保持在一条线上,step3,填充空隙,刷好眉头,就OK了, step3,长直没有适合菱形眼,顺骨高额头窄的宝宝们,最后,你发现了吗,其实画没有万变不离其宗,画出基本轮廓填充眉色数理,眉型,所以找准适合自己的眉型,才是重中之重了,02眼线部分平时大家都认为,画眼线,等于眼睛放大,只要画不好,眼睛的直线脏,手抖挡的痛为懂, 一个不小心就画到了外太空,想要补救,换来的只会是越瞭越黑,画好眼线,任重而到远啊,根据眼型画眼线,单眼皮的妹子,可以在一尾用眼线画一个小角,起到拉长眼线的作用,放大眼睛的同时笑起来,也更有清和感呢,双眼皮的选择性就比较多了,自行根据下图对号入座吧,有些建计要注意了哦, 全包眼线很不日常,一言不合就容易寻老贤老超贤老,慎容,那种加粗又放飞的眼线,很容易显得妆感很重,笑清新的妹子们助手,它不适合你,大神带你装, at the chest内眼线,将眼皮轻轻抬起来,然后眼睛向下看,用眼线比将内眼线处来回前冲,内眼线就搞定了,上扬眼线 step 1,眼尾向上画短短的眼线 step 2,对照下眼线的样子用刷子刷看 step 3,眼尾的部分再画出一点,就完成了,一次眼线 step 1,同样还是按照眼尾画好眼线 step 2,顺着眼睛的形状,用刷子在上眼线和下眼线的中间刷看 完成,下垂眼线 step 1,传说中的狗狗眼,先画好内眼线 step 2,睁眼的时候,让眼睛成半月形往下晕染眼线 step 3,涂满下眼皮的三角区,打造清纯的眼妆 step 3,最后,欧妮再给大家安利一种不容易出错的外眼线画法 step 3,像这样把眼线分成几小段 step 3,最后填补把短线连成一条线即可 step 3,看了这么多,还是觉得自己一看就会,一画就会 step 3,其实重点在于多多练习 step 3,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顺利出师 step 3,实在手残逼宝宝呢 step 3,还是学那解读个伴永久吧 step 3,一秒拯救你的懒癌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下期想看什么?欢迎下方留言让你看到我